作词 李宗盛 想看海 朋友圈 发动台 这条金铃可见 还装作不明白 慢慢拍 从相遇到现在 从路口到站台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一兔 今天是阿玲 2022年的10月16号 是的 我还在圣地亚哥 终于再一次看见了 迦勒比海 现在我在距离市区 大概12、3公里的地方 坐了一辆摩托车过来 沿途看到了 其实我在 从哈瓦那 到圣地亚哥的时候 已经看到了一些乡村风景了 但是主要是以甘蔗田为主 这里的话 就是比较深入的一些乡村风景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你依然会感叹 欧洲殖民者 他们以前对城镇 城市的规划和艺术审美 算这个 乡村没有什么艺术审美 但是你就是看到 它跟我们国家的农村建设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干净 坐落有志 虽然房屋比较破败 但是不会让你看到那种 比较穷的那种气息在里面 整个南美洲 中美洲 我还没去过 墨西哥都是这样子 所以欧洲殖民者 他们的审美真的是 从远古以来 好像都很高 到现在都会很流行 我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呢 因为这里 其实也是跟哈瓦那的 摩洛城堡 一样的摩洛金市城堡 他们的作用呢 都是西班牙殖民者 用来抵御英国殖民者的 军事防卫城堡 这里的这座城堡 是修建于17到19世纪 它和哈瓦那的摩洛城堡一样 也都是联合国历史保护文化遗产 我叫了一辆摩托车 跟它讲成350笔锁过来 哇 好方块 你看 北美那边我没去过 从墨西哥 跳过中美洲往下 再到现在即使的 加勒比海岛的古巴 他们这种偏远地区 给人感觉 还是十分的有那种 发达国家的建设气息 他们看到什么 发电厂 那三根柱子 支撑着整个东部地区的发电厂 最大的发电厂 可惜每天还是有长久的停电时间 和哈瓦那摩洛城堡不一样的跑 小很多 这座摩洛城堡 从这里看上去确实有点像哈瓦那的缩小板 尖顶上的那个圆柱形 柱垒就知道了 这是散落的一些炮胎 我们走近看看 看到这样的一个桥门 就想起了权力的游戏 这里晚上也是有炮鸡的 在哈瓦那的时候 因为对哈瓦那印象不太好 好几次想去看他们的炮鸡都没有去 他们是晚上9点 这里是晚上5点 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弥补一下 哇塞好大的星移哦 看 哇加勒比海就是加勒比海 动物都是一样的 我好像回到了墨西哥哟 哇好大 墨西哥短视频系列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加勒比海列席吗 提醒很大 而且他们的时速可以达到164公里每小时 因为加勒比海总是有摧毁力极大的飓风 就像前一阵子飓风摧毁了奥兰多 迈阿密美国那一片还有古巴的朝上方 这里是东方 也就是朝西方的那一边 所以这个蜥蜴是物尽天泽生存下来的蜥蜴 它们可以抵抗最高时速达到174公里的飓风 而且它们的前掌抓地力特别强 比普通的吸引要达6%到9% 所以它们是真正的加勒比海吸引 列西 哈喽小伙伴们 对面就是亚买加了 我不知道这里离亚买加有多少海里 但是从地图上看很近很近很近 哇 走了那么多海 最后一站最终又回到了加勒比海 在美洲大陆上 它依然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海 最美丽的海 以前没有想到加勒比海这么美 这么美 这么美 它的美也许是夹杂舍 它比较原始的那种自然风情在里面 带它吧 周围去逛一逛 三人上点 我在身边以后有什么存在 从路口 到站台 在你的眼前徘徊 像作你的女孩 你看看看看看看看 伸手是矫 McK 哇塞我刚刚发现这么长的蜥蜴 但是卷尾蜥 尾巴像猴子尾巴那样卷起来的两只 然后沾到这里面去了 哇 据说加勒比海岛上面有40多种不同的蜥蜴 还有种蓝尾蜥蜴 就是这个 卷毛蜥蜴 卷尾蜥蜴 卷毛来了 发现一个新品种 他们好喜欢粘洞啊 我看上去以为是老鼠 哇这里离那个发电厂更近了 可以去看一下 啊这个海湾的水就没有真正的加勒比海洋那边的水来的好了 诶 你看下面还有一条景观公路呢 去走走看 哦 不错 哇塞 哇塞 在哪里 哇塞 哇塞 那里多大 这些是照大虽猴蜥蜴 这是照大虽猴蜴 这是照大虽猴蜴 猴蜴 这就是照大虽猴蜴 好好看喔 哦 撒些一種蜥蜴 哇 這是蜥蜴之國 剛剛我們不是在上面看到有 哦 又是那個藍尾蜥蜴 我們剛剛不是在上面看到 下面是一條海滴 海灣景觀街道嗎 所以我就順著這條野路往下走 哦 看來真的是 古巴的 東部 比較原始 這裡的人呢也是收本地現金的 你越往中部走 越往哈瓦那那個方向走 他們就不收本地現金了對外國人 相對來說 這邊還是比較 比較質樸的 只能說 因為古巴太窮了 在這種窮之下 又有著如此美麗的城鎮建設 城市建設 是還是會有問題的 是怎麼走嗎 哇這些都是地堡的一部分 地堡來了 堡壘 我為什麼會說地堡 哇塞 還能在這裡釣魚呢 到了 到了 往下走 這個隱藏洞口太美了 在這裡拍了好多照 下雨了嗎 暈 哇塞 哇塞 哎呦 這能不能走過去啊 我邊上吧 我這個鋼金樹 一小不會垮 這麼輕對不對 對 還有兩部 兩部 這是他們本地居民西西的一個海灣嘛 西西 哎呀不要太文字都 玩了一個海灣 我先到這裡來了 嚇死我了 看踩到他們 應該不會 他速度這麼快 但是這裡的水明顯就沒有海邊的水好 還是不下去了 算寫了這裡restaurant餐廳 但是並沒有餐廳開放 居民們自己在這裡好像一個露天party 我從那邊翻下來的 哎 還有個人在我後面下來呢 露營飄過來了 我天 他不要跟著我的方向走就好 真的好像一個露天party 大家自己帶著音像在這裡 跳舞啊 游泳啊 親密啊 我覺得我從那個深山出來 就好像從 哦不是 我從那個叢林出來 就好像從另外一個世界到達這裡一樣 OK沿著這裡的美麗的沿海灣公路走走 這個沒落城堡區真大 在這一片還是它的城堡區 那就是我們剛剛下來的地方了 真的 哇 这么大一幢美丽的房子 还带条伸出去海湾的石头栅桥 全部控制 反正我觉得哈瓦那的 不是哈瓦那 我觉得古巴给人感觉就是 它有很多很现代化的商店 但是就像玩具屋里面的摆设一样 是什么都没有的 但是呢 又好像一夜之间 它们又会全部开放 又倒回去就好像是一夜之间 所有东西都没有了的感觉 只剩下美丽空壳的一个加勒比海岛 我觉得我喜欢这条海湾公路 胜过去看那个炮鸡仪式的 迫切的愿望了 所以我觉得我也可能 又会去看那个炮鸡仪式 我想顺着这条海湾公路一直走一直走 看还能遇到什么 刚刚那个号称海平面上84米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来了 古巴最高的灯塔 我也没跟它合影 虽然有拍它 因为当时去的时候那个门没开嘛 想着待会过去再跟它合个影 因为觉得那个灯塔虽然是修建于1824年 但整体来说没有给我特别特别强烈的欲望 就想等等再去拍 现在也拍不到了 所以有些事它不吸引你 它就不吸引你 但有些事有可能错过就永远错过了 继续玩